大家早上好 很高兴今天和大家在这个大同地产提供的这个平台上 分享和交流我们今天的贷款中的一些经验和心得 也很感谢大家百忙之中抽空来听我的这个讲座 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呢对您有所帮助 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Sally王 我是这个毕业于国内的上海外国医大学 那么毕业之后呢是在这个阿勇会计之事务所做这个财务审计 来加拿大之后呢先后在BMO Bank Montreal和这个Scotiabank 做Financial Advisor 就是大家理解上的客户经理 开户理财投资做贷款 然后呢现在是MRD Financial的全职的这个贷款经纪 今天呢就是我会就是分为两个部分 那么因为时间比较一个小时 这些贷款的内容特别复杂 那我尽量呢就是回答一下 就是我们最近遇到贷款中 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利益的一些政策的一些改变 以及利益的趋势 如何选择这个我们最近的固定还是浮动 那么围绕这个利益的话题呢 我想深入的展开来讲一下 当然如果要是加恩 大家自己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比较疑难杂症 那么可以加我的微信 那么事后呢我们可以再根据你的个人情况呢 进行一个详细的解释 这样 那么首先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哈 这过去的五年当中呢 都有哪些的房贷政策 对我们现在的一些影响是什么 我们回顾一下 16年8月开始 BC省开始实施了15%的这个外国买家物业找让税 16年下半年开始 各大银行开始收紧了这个新移民 非居民的贷款政策 那么这个要从16年9月份开始 当时呢有家报纸 他撰文批评加拿大银行 对这个新移民和非居民采取这个 超国民的待遇 也就是当时呢 首付达到一定的比例 我们就不需要看收入批贷款了 这对本地的居民呢 是非常不公平的 所以呢这个银行当时呢 迅速做出回应 当时需要新移民和非居民提供收入证 提供收入证明 那这时候新移民呢 他们非居民发现 这个过去的这个优贷 这个这个没有了 所以呢他们要赶在银行进一步收紧 贷款政策之前呢 先下手为强 所以导致了这个16年 11月到17年4月份开始 这近半年的多伦多房地产 这个抢购现象 17年4月的时候 这个安省呢就是follow这个BC省 15%的非居民投机税 non-resident speculation tax 简称RST 17年和到18年 特别是2018年1月1号开始 我们说的一个新的B20 大家可能对这个词比较熟悉 B20 B20这个压力测试 有了一个重大调整 简单来说 大家可以理解为 在2018年1月1号之前 那么客人的家庭收入 他能带到单笔贷款 差不多的这个家庭收入的 这个6倍 那么在18年1月1号之后呢 基本上是5倍 5.5倍 根据客人的距离情况 也就是 你个人的家庭收入的 这个贷款能力降低了 最近一两年当中 这个我们会解释到 这个压力测试的利率 Benchmark 或者叫Qualify Rate 一直降 降到从5.19 降到4.79 这个Qualify Rate呢 是我们在银行在计算 客人的这个负债能力的时候 会用到这个利率 降到4.79 意味着你会释放 一少许的这个借款能力 不是特别多 会有点帮助 还有一个调整呢 是我们有这个Homeline Credit 就是目前如果 家庭家庭的里面 有Homeline Credit 这个产品的 那么如果你在申请 新的贷款的时候 可能面临着一个 更严格的规则 有些银行呢 假设 你用了之后 就算你没有用 它会假设你用了 这个Line Credit 来计算你的这个负债 收入比 接下来就是新移民 非居民贷款政策 进一步收紧 那么也就是说 实际上新移民政策 已经几乎是不存在了 所有的新移民呢 那么要么就是用 这个本地的 这个加拿大的收入 或者你用海外收入 海外收入提供的材料 跟你在做local的这些 居民的这些贷款 收入政策 这个policy是一样的 提供这个收入证明 完税证明 提供这个信用报告 这些都是要有的 那么 2020年开始 由于政策的收紧 那么各大银行 推出了一些特殊的 这个贷款政策 高净值资产项目 海外担保收入项目 这些呢会辅助帮助你 这个这个你 目前的这个贷款的能力 但是我们知道 大银行 各大银行 它的主流还是 收入这块 如果你在加拿大不报税 那么可以通过这些 特殊的贷款政策帮你找到一个方案 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最后一个是我们今天可能会要多讲一点的 就是这个隔夜贷款利率 Overnight rate降到0.25 那么基准利率 prime rate降到历史次低2.45 最低的应该是2.25 在2010年次贷危机的时候 所以现在prime rate还不是历史最低 那么是次低2.45 那么这个隔夜拆解利率 Overnight rate跟prime rate 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对吧 对我们在选择利率的时候有什么影响 那么就是我们接下来讲的就是固定利率 浮动利率 它都是有什么决定的 几个概念 我们先回顾一下 这个几个概念 有些朋友可能已经知道了 不知道的朋友呢 就在听我再说一下 五年固定利率 与加拿大政府五年国债收益率挂钩 五年的加拿大的国债收益率 是和美国这个长期债权收益率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说的美国十年期的 债权收益率的影响 浮动利率 刚才我们说的是和prime rate挂钩 那么prime rate是overnight rate挂钩 那么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 反复提到过 加拿大银行去年10月28号宣布 维持这个overnight rate 0.25 将预计将维持到2023年 我们先看前两点 五年的固定利率 比加拿大政府五年国债收益率 挂钩 加拿大五年比较拗口 加拿大五年国债收益率 受美国长期债权收益率影响 换句话说 也就是我们的五年固定利率 是直接受着美国的十年 债权收益率的影响的 那么最近大家如果有做贷款 或者有读新闻的时候 都看到这个新闻了 从二月底的时候 二月二十号 开始各大银行都开始陆续的 上条五年固定利率 什么原因呢 那么和我们这个 美国长期的债权收益率 是挂钩的 这里呢我想给大家 普及一个小知识 很多朋友已经知道了 那么就回顾 就复习一下 如果不知道的朋友呢 可以我们通过一个 深入前出的一个讲解呢 那么我们深入理解一下 这个美国的十年债权收益率 对加拿大有什么样的影响 甚至以及对我们选择 这个浮动还是固定利率 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尽量做到深入前出 希望大家呢 就是理解这个概念 这样我们在回答 客户的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也知道 我们在跟客户解释的是什么 首先美债收益率是什么 它为什么这么重要 为什么最近的美债收益率上涨 对于我们这个事来说 是意味着什么 有几个图 就希望大家能看得清楚一点 首先美债 我们说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向成一个美国政府 美债呢 就是美国政府发行的债权 我们买 我们这个小人就是我们 我们买他的债权 就相当于我们借钱给美国政府 那么借钱给他 我们就肯定要拿点收益 作为这个回场 这个作为回报 收益的大小 把由收益率决定 我们借美国政府的时间 而钱的时间越长 就肯定要向他拿更多的利息 这个所以我们看 一年期的 这例子都是一个 举个例子 一年期的0.1 三年期的0.3 十年期的 那我就要1.5 所以说 最近这个十年期 美债收益率上涨 用比较这个简单粗暴的话来说 就是我们把钱 借给美国政府十年 美国政府给我的利息变多了 可能有些朋友觉得 这不是好事吗 我们从美国政府身上赚更多的钱 对吧 但反过来想 美国国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资产 所以可以说 美债收益率决定了全球各类资产 收益率的下限 所以说如果美债收益率提高 那么其他资产的收益率 也可能跟着提高 这个可能有点绕口 对吧 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你有这个十万块钱 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呢是银行的这个 我们说保本存款 Saving GIC 比如说每年收益率1% 第二个呢是风险不断 不算太大 但是呢不是保本的 这么理财产品是3% 因为每个人的风险偏好不同 可能会犹豫一下 有的人选这个1 有的人选3 但是如果 我们看下面这个图 如果这个银行这个时候 把这个收益率提高到4% 那无论如何 你是不会选择后者 美债也是一个道理 如果美债收益率提高了基准 所以一旦美债收益率提高 那么其他各类资产的收益率 要么跟着提高 要么就得折价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美债收益率 被称为全球资产定价的一个基础 那么具体到这次而言 美债收益率 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上涨 到底是个什么原因 一般而言 美债收益率呢 有三个因素决定 期限溢价 供求关系和这个通货膨胀 所谓期限溢价 比较好理解 就是借的时间越长 我的收益率越高 供求关系呢 基本上是这个基本面的体现 经济好的时候呢 大家都去炒股票 没人买债券 所以呢 这个债券价格下跌 收益率就上涨 这里有个小知识 我就特别喜欢帮大家普及 这个小知识 小知识就是债券 收价格和收益率是这个反向的 比如说我们票面价值是1万块钱 这个一年期债券 我花1万块钱买入 到期了 我拿1万1 债券收益率就是 我们算下来就是10% 如果它的价格能从1万块钱跌到 我们9000块钱买入 那我们算一下 这个1万1的到期的回报 减掉这个9000 除掉它的本金9000 就是22.2% 所以我们看它的价格 和它的这个收益率 是成反向运动的 第三点呢 我们说是这个通胀预期 这个在期限比较长的 这个债券收益率中 体现的比较明显 举个例子 我们比如说 现在我们五年期的债券收益率 是3% 我预期五年后通胀是5% 那么我就会要求 你现在得给我8% 对吧 我才把钱借给你 不然的话 我的钱拿利息 我就通胀的跑不过 那我干嘛借钱给你呢 所以说通胀预期越高 债券收益率也就越高 这次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上升 最重要的宏观原因 就是这个通胀预期 2020年呢 因为疫情 全球受到了一些严重的冲击 这美联储呢 去年3月以来 就实现了无限的QE 量化宽松 就是到处印钱 对吧 另外财政部门呢 也到处给居民这个发钱纾困 但是随着疫苗的 疫苗的这个逐渐推广 还有最近这个拜登1.9万亿美元的 这个新闻刺激 市场就认为呢 一旦疫情解除 我们随着复工复产 陆续展开 那么当初放出去的水 这部分钱就会转成一个购买力 引发通胀 所以呢 就把通胀预期 这个定价在美债收益率当中 因此就出现了 我们最近还不断上升的 这个美债收益率 当然通胀也并非唯一的原因 我们说拜登1.9万亿美元 钱从那里来 大部分还是要去向别人借 所以这个国债供给增加 我们刚才说到 供给增加 导致了价格下跌 自然就抬高了收益率 这个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 对我们意味着来说 这个 全球经济快要从这个 新冠疫情阴影中走出来了 然后这个 当然对我们直接的影响 就是从2月底开始 如果客户选择固定利率的话 会发现 现在固定利率基本上都是在2月上 那我们了解了之前这个 小知识之后 那我们到底是 很多客户在面临着 贷款的选择问题上 就是我们选择是固定 还是选择浮动 很多小朋友 很多小伙伴觉得固定利率就是不变 浮动利率就是变 那么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我们说固定利率 比如你去银行 做了一个五年的固定利率 我们说fixed rate 它五年给你的利率 suppose比如说是1.8 那么也就是说 你的每个月的月供 在接下来五年是不变的 浮动利率呢 是在加拿大 根据这个prime rate 给你一定的调整 你的条件比较好 或者银行有折扣 那么给你的p-0.7 或者p-1 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浮动利率 给你的这个折扣是不变的 那我们到底是选哪个好呢 我基本上归纳为四个 四个点来去考虑 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呢 你要了解自己的 现金管理的这个情况 换句话说 你对于现金波动 它的这个承受的能力有多少 选择固定利率的话呢 你就会稍微比较轻松一点 我说比较peace of mind 因为你知道 接下来的四年或五年当中 你每个月月供是多少 那么你提前做好 你的现金流的规划 如果是浮动利率的话 很多小伙伴会考虑的是 如果利率上涨了 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你要知道上涨以后啊 对你的现金流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举个例子啊 50万贷款 利率如果是1.6 它涨了0.5 涨了2.1的话 你的月供 差不多会多100多块钱 首先你看看啊 这个月供的变化 对对你的现金流 是不是产生一定的影响 会不会你很难去支付了 当然这个也取决于你对现金的管理 反之如果利率跌了 你可能每个月会省100块钱 那你会把这100块钱存下来 去做个理财 或者做一个定期投资 还是你觉得这个银行给我的福利 我就把它吃掉了 花掉了 如果你选择去花掉 那等以后利率上涨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比较吃紧 所以你觉得你的现金管理能力比较好 几率性比较好的话 你可以去选择尝试浮动利率 反之呢 你选择这个 要给你带来peace of mind的这个固定利率 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利率走势哈 接下来利率是可能是上涨还是下跌 刚才我们分析了 固定利率现在选择下来 基本上都是在2以上了 有没有可能在加 那么随着10年美债收益率上涨 那可能会在加 那如果是选择浮动利率的话呢 刚才我们反复说的哈 央行可能预计这个他的基准利率 低的这个基准利率会维持到2023年 那给我们的信号来说 就是未来的三年加息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如果既是加息的话 那么也不会加太多 或者是慢慢慢慢的加 那我们来看看降息的可能 像降息呢 首先是不论您是选择固定还是选择浮动 这利率都是已经在历史上是非常低的时候了 呃很多小朋友反映哈浮动可能差不多于1.51.6 呃第三点呢我们是看这个啊 是否需要一定的灵活度以及违约罚金的计算 呃我们所说的灵活度就是你持有这个房产 接下来你在两年或三年中有什么计划 那你是要进行卖房 还是说你会长期持有啊 那么你不你签的如果是啊 不管是固定还是浮动 如果你提前毁约啊 那你的都是相当于提前毁约都要都需要付罚金 很多人买房的时候可能不会想那么远 可能会想到哎我会长期持有五年 但是有时候呢计划赶不上变化 呃我们待会会呃详细的解释一下 这个罚金的计算 这个简单来说哎您选浮动的话 罚金是三个月利息 选择固定的话啊方法比较困难比较难算 那待会我会以一个举例的方式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固定日的罚金会怎么计算 那么根据你持有这个房产的一个计划 你选择固定还是浮动 那么如果你说我一年之后就卖了啊 我我我会我很知道自己的这个计划 那么你就选一年固定或者两年固定 到时候你提前卖了哈 差不多closing day 放在你的这个到期日 或者到期日提前一些那罚金都不会太多 甚至是没有罚金 那么第四点呢我们说银行的促销啊 这个银行促销呢就是哎每个银行不一样哈 每个是各种各种各个时期的时候 他可能会给你一个促销 那么结合你的个人的情况哈 你选择啊 你的个人呃结合到我们前面说的三点哈 你看一下哪个是对你最好的一个选择 当然就是说如果要是您还是不是特别确定的话 那么结合你的个人的情况建议你还是找银行或者是贷款经纪帮你做一个选择 刚才我们说到哈这个这个这个罚金 嗯其实这个其实是不少的朋友都一直让我帮他们算这个罚金 其实这个罚金这个算起来是比较比较痛苦的一件事情 因为需要的资料太多了 那我会解释一下哈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 他的罚金是有什么决定的 浮动利率非常简单 就是三个月利息 那么算起来也很简单 那么固定利率呢 他会用三个月的利息和我们叫IRD 也就是我们这个利息差 哪个大我们就付哪个 最近好几个朋友就是和客户啊 都是跟我说哎 Sally我的这个罚金 为什么比去年还高了一万块钱 高了很多这是不是罚金不是随着你付贷款对吧 你付的越多那到时候你余额少了 这罚金不是越来越少呢 为什么我还高了 而且还高出很多 那这就是我们要回答的这个 帮大家举了几个例子 这个为什么违约罚金最近大家会发现会越来越高 比这个前年比去年 他找银行quote下来的这个违约罚金更高 嗯我还是以例子的形式哈 尽量帮大家理解 浮动利率的罚金比较简单 假设小米有一个五年的合同期的浮动利率为2.95 这个三年期他想提前还款 那么罚金很简单 50万乘以他的2.95%的年利息 那么除以12个月 那么三个月我们算下来就是3687.5 这个就是你的罚金 如果是固定利率的罚金会比较这个三个月和这个三个月的利息和这个利息差 同样哈 假设小米有一个这个五年期的合同期的五年合同期的固定利率2.69 三年后想提前还款 此时贷款是30万 五年利率 他这个时候是2.69 现在 因为他要 他三年后 那么还剩下两年 所以当前两年的利率是2.39 那么银行是怎么算的 他说哎 那你要提前还款对吧 那我现在如果把这个钱30万拿出去借给别人 我只能找别人说2.39 那你的话呢 我是要说你2.69 那我就亏了 所以我就会算这个差 三个月利息 我们刚才算法算出来是2,017.5 利息差呢 就是2.69 减掉2.39 这个差异 乘以30万 我们同样的哈 除以12个月 那么你还是欠两年 也就是欠24个月 算下来1,800 这个相比来说还可以哈 我们这个罚金是这个三个月利息 就是2,017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是我一个理论上的那个利率来给大家做计算 但实际上银行在算这个利息差的时候 他不是用了你折扣后的利率来算的 他是用我们的一个很tricky的一个这个排价利率 posted利率 posted rate 也就是挂牌利率来算 固定利率罚金 我们要考虑这个挂牌利率posted利率 也就是我帮客户大客户算的时候呢 很多这个posted利率需要客户去找银行去要 他当时做贷款的时候 五年前或者三年前 他的这个posted利率是多少 因为我们看到的利率在他的书面上 是一个折扣利率 同样哈 假设小明有一个五年合同期的固定利率是2.69 三年后想提前还款 此时贷款余额是30万 五年利率2.69 一样的哈前面的都不变 这个五年期 这个挂牌利率是4.74 当时他拿了一个折扣对吧 2.05 所以他当折扣后 合同率是2.69 两年期现在我们要看了 银行这个挂牌利率 大家是可以在银行的这个官网上去看到的 posted rate 当天的两年期的挂牌利率是2.94 他拿到一个2.39 其他条件不变 这利息差是怎么算呢 是用这个4.74 这个当时五年的这个挂牌利率4.74 减掉目前两年的挂牌利率2.94 1.8 所以呢我们算下的这个这个差呢 4.74减去这个2.94 乘以30万除以12个月乘以24个月 就是10800 这个时候发金就是利息差 就大家会不会有点明白 为什么先利息越来越高 很大的原因呢就是这个挂牌利率 现在银行一直在降 每当银行在降低挂牌利率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你的利息差越大 也就意味着你的发金就会更高 总结下来就是你剩余的还款时间越长 剩余的月数越长 发金越高 提前还款时银行的限时的 post rate越低 发金越高 贷款时拿到的利率折扣 当时你拿的折扣对吧 你折扣越多 以后的发金就会越高 当然如果你当时有些cashback 或者有些其他的这些银行的促销活动 如果你提前还款的时候 这一部分也是要按比例 返还给这个银行 所以我们在明白这个罚息 这个计算方法后 特别是客户在做这个贷款 那些运算的时候呢 要把这个发金这块要考虑进去 那么考虑进去之后呢 如果怎么样去减少这个罚息 我们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客户呢 就是尽量的去减少这些罚息 就比如说每个银行 差不多都会提供10%到20%的 这个prepayment 提前还款 大家在你需要毁约的时候呢 尽量利用 如果你之前没有用过这个prepayment的话 把这个利用上提前还款 把还进去 把你的这个本金数降低下来 这样你的罚息会减少一些 当然我们也知道 每年你可以提前还10%到20% 这个是不可以累积的 你不用了这个benefit 你不用是不可以累积到以后的年度的 第二点 就是很多客户说 那我把我旧房子的这个贷款 挪到我的新房子上 这个在银行中叫port 这个port呢 银行罚款是可以减免的 但是呢 做port呢 不是就是很简单的 我简单的把旧的这个房子的这个贷款 挪到新的房子上 我一般会建议呢 一开始在你申请贷款的时候呢 是要先确认自己的原先的贷款 是否可以port 有些银行呢 他会提供一些产品 这些产品 他是省略了很多的benefit 比如说不能够port 不能够land extend 就是你要确认自己是否可以port 那然后呢 就是说你要 把你port和你做一个全新贷款 能省下的利息做一个比较 不一定port是最合适的 如果现在利率比较低 你把这个罚金该付的罚金付了 我选择一个低利率 重新计算 可能你省的利息 会比你的罚金更多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去port了 还有一点就是 很多客人就是比较误解的时候 port是不需要申请了 不是port和全新的贷款申请一样 都需要经过重新的审核贷款条件 我们该通过的压力测试要通过 该提供的收入文件 appraisal 信用报告 这一套的流程全部都得走一遍 而且呢 一般来说新旧物业交房的时间呢 不能超过120天 90到120天 每个银行稍微有点不一样 所以这个选择port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这几方面都考虑清楚 帮你计算好 到底值不值得进行port 可不可以进行port 这样 有些客户在renew的时候呢 对他如果是浮动利率的话 他有这么一次机会 可以转成固定利率 这是没有罚款的 这个适用于你在做renew的时候 或者是你在浮动利率持续上涨的时候 你想把这个利率及时锁定下来 那么你是有这么一次机会 可以转成这个固定利率 这个时候是没有罚款的 不要默认罚息会越来越少 利率频繁波动的时候 要及时查询 也就是说你每天 你及时的打电话给你的客户经理 call center 查询你最新的罚息金额 不要suppose你今天的这个罚息 是你三个月之后的罚息 很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 在申请贷款的时候呢 不要一味选择利率最低的贷款 也就是我说的哈 你在考虑这个利率的同时呢 一定要看清楚这个贷款 它的term condition 它可不可以refinance啊 它可不可以转出时的罚款 是怎么计算 这些小细节呢 就是一定需要你的贷款经济 或者你的这个客户经理 帮你去详细的去帮你分析一下 不是说你选择利率最低 就一定是最好的 我们在了解了这些罚息以后 因为这个罚息呢 可能会是比较 比较比较复杂的一个计算方式哈 那么我们也不可能一一的去帮客户 去去去计算这个方法 但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在了解这些罚息以后 帮客户在做一些贷款的准备的时候 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客户一些计算比较卡 比较在这个计算比较紧的时候 那么这罚息的一万或者两万 很可能会影响到 他买房的一个这个budget 所以呢就是一定要找专业的 这个人士帮你去分析 帮你去计算这样 我们在了解了这些以后 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我想题 就是跟大家在反复强调 它的重要性 就是的信用报告 我们在贷款做准备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我们要去自己提前看一下 我们的信用情况是怎么样 我最近做了好几个贷款 就是客人甚至都是在 自己是在银行工作的 几年都不去看自己的信用报告 那么我们他自己在做 这个equifax的这个信用报告 曝出来之后会发现 有很多笔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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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都会有一些是 right of credit card 被这个cancel的 这个cancel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欠费或者是没有及时 其实余额不是很多 100块钱70块钱 但是信用分数很可能就从 700多分降到600多分 而我们知道就是很多的 A lender 很多的大银行 对于信用报告的分数要求 还是不低的 你的信用分数一旦600出头 那基本上就是说 除非你这个信用报告 能够在有一定的时间积累去 让你去去去recover 否则的话 你很难去拿到一个好的利率 很难去拿到一个好的lender 所以我一般建议呢 就是说这个信用报告 就相当于你一个 家庭医生的体检一样 你每年体检一次 这个equifax呢 基本上它是每年会给你一次免费的 这个查询信用报告的 这么一个机会 所以你利用这个机会呢 去查一查新的信用报告 另外也就是就是 如果你自己查 你的自己的信用报告的话 是不会影响到你的信用分数 所以大家利用这次机会 就是每年一次的机会 给自己做一个信用报告的体检 以防你在真的需要贷款的时候 没有时间去让你的信用报告 去更新 那么这个信用 影响信用的分数是哪些呢 它的equifax上是显示了这么几项 payment history used credit available credit credit history public records and inquiry 简单来说 就是你过去的这些 你所有的信用的 些credit的这些产品 你的line credit 你的信用卡 你的mortgage 这部分你的信用 这部分的付款 一定要及时 信用报告上会显示 你有多少次是late 就是30天 late90天 late120天 那么这个出现在你信用报告上 肯定会对你的信用报告 会有点影响的 第二个used credit 这个基本上 我们说的是utilization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不要把每一个 这个这个 你的信用额度都用得满满的 你有两万的这个 这个这个信用额度 对吧 你把它用了一万九 这个对于 信用信用报告机构 在评判你的分数的时候 是会有影响的 哪怕你是有一个 1000块钱的这个信用卡 1000块钱 你用了999 虽然你的 你的balance不多 但是你的utilization 对他们来说 就是接近百分之百了 所以不要尽量避免 把这个 这个utilization 用满 我们在做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在最近 帮一个客户 做贷款的时候 客户的这个 收入非常好 什么都非常好 qualified 但是呢 他每一个line credit 都用得很满 结果呢 银行是批了 但是呢 不能不批line credit 也就是说 这些呢 很可能在 会影响到你产品的 一个审批的当中 你需要的东西 银行不批 所以大家尽量避免 这个utilization过高 如果你有两三张信用卡 那尽量就不要把 每张信用卡 用得满满的 对吧 信用卡呢 不用太多 两到三张 Visa一张 Mastercard一张 差不多就可以了 不要就是说 每个印象都申请一张 那么就是说 到时候你可能 最后会忘记付款 那么就 如果你有这么多信用卡 也可以 你至少把它 设成一个自动还款 对吧 至少设成一个 自动的minimum的 这个payment还款 每个月自动 只要你还了minimum的 那不会影响 你的信用报告 那尽量避免 就是很多信用卡 自己忙忙不过来 就忘了付了 那可能就会有影响了 Public records 基本上就collection 这个倒是比较少 但是会有 如果你的信用报告上 出现了collection 那你要及时联系 这个collection的部门 然后及时把这个钱 付清 该拿到的letter 就是向他们拿到一些 比如说你已经付清了 这个信 拿到以后 那我们提供给这个信用机构 让他们尽快更新 你的信用报告 inquiry inquiry就是说 这个就是比较重要的 特别是在客户在寻找贷款的时候 尽量避免每一家银行 自己一个一个去show around 一是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你每去一家银行 很可能那个银行呢 这个客户经理 或者是他这个贷款经理 会给你poor 这个呢 属于hard pool 属于一个应息 就是说一个 我们说hard pool 那么这个会影响到 你的信用记录的 而且就是说 如果一旦这个银行 给你已经 把你的资料收入进去了 你的信用 你的信用也 信用报告也check了 那基本上 这个这家银行 如果你踢不下来 即使你换一个客户经理 或者贷款经理 帮你做同一个银行的 也不可以了 所以大家尽量 没事尽量避免 不要尽量 不要那么多的去bother银行 shop around的事情呢 可以交给 比如说你的贷款经纪 帮你去做 或者是呢 你自己就是 挑一两家 先去了解政策 千万不要让他们 直接把你的信息 全部录入到这个系统当中 poor你的信用记录 那你到时候 你的就很被动了 这样 最后呢 我们是这个 我们想谈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 买房的时候 是选银行 还是选贷款经纪 我们都是 华人背景 华人背景呢 来说都是 第一想的是银行 这个加拿大的 这个贷款系统 其实跟中国 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加拿大 你看了 有几百家 甚至几百家的 贷款金融机构 那么你在选择的时候呢 每家的利率不同 政策不同 你在选择的时候呢 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 这个这个问题 这个时候呢 您可以选择 如果你的工作收入 是非常 straightforward 那你可以哈 每一家银行 就是稍微了解一下利率 那你挑一家 你喜欢银行去做 那么没问题 但是我们发现哈 最近很多的银行 很多的客人 在做贷款的时候 其实上他的情况 是比较复杂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是选择银行 还是选择贷款经纪 那么你要衡量清楚 这个我们说做贷款 做银行的 financial advisor 和mobility specialist的时候 因为我之前 是做financial advisor 他们有他们的优势 优势呢 在于他们对自己 本银行的 这个这个政策 非常熟悉 非常了解 非常轻 那么便携性优势呢 就是他们如果你去了 比如说scotiabank 你在scotiabank 也是有你的所有的账户 信息都在scotiabank 那么确实你在准备 材料的时候 会剩很多时间 因为他们自己 可以从气筒里面 直接扑出来 你所有的这个信息 对吧 这个很方便 作为mortgage agent来说呢 贷款经纪来说 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第一 它是独立的 它不代表任何的银行 它只代表客户 根据客户自己的情况 去选择适合你的方案 长期优势呢 你可以把贷款经纪 想象成你的家庭医生 你的会计师 如果你选择了一个 比较靠谱 比较认真负责的贷款经纪来说 对于你之后 你的第二套 第三套房 或者你的这个renew 或者是任何贷款的问题 你都可以去跟这个贷款经纪进行沟通 给你提供一个 个人的这么一个贷款方案 简单来说呢 就是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 要选择根据个人的情况 来选择是贷款经纪 还是贷款 还是银行 从贷款经纪的时候呢 这个贷款经纪给你的 这个这个这个你是不是comfortable 对吧 因为你要找靠谱的贷款经纪 给你做选择 那么对于我来说呢 我之前有很多客户问我 为什么就是 这个银行不做了 做这个贷款经纪 那我是慢慢发现 其实在给客户做贷款的时候呢 他不仅仅是单一的提供一个 这个贷款 其实做贷款的过程当中 你们也知道 在客户提供的资料 它是一个full disclosure 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会了解到客户所有的资产 所有的负债 以及未来的财务规划 所以呢 就是说 做贷款经纪呢 他能运用这个专业知识 帮助客户通过个人贷款 达到一个财务目标 这个来说 如果这个贷款 做贷款的人不是特别有经验 或者比较新的新手来说 他是没有这个足够的经验 去帮你去做这么一个 完整的一个财务目标的一个规划 所以呢 我希望就是 我觉得就是不仅仅是申请一个贷款 更多的时候呢 是建议给客人 他的家庭财富规划 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就比如说吧 这个客人 一开始来找我们 找我们的时候呢 可能只是简单进行一个renew 对吧 咨询一下这个优惠利率 通常呢 我们会根据客户的情况 给客户多个解决方案 比如说呢 我们是简单的进行renew 是什么样利率 如果能够在融资 在refinance 是什么样的利率 是不是可以额外拿出钱 进行一步进一步投资 不管你投资是投资房产 还是投资你的这个 其他的这个基金或者股票 那么如果你想投资 哎 你购买这个投资房 能够申请多少贷款 可以看什么样的价位 什么样租金的房子 很多客人听完这些这个分析后 意识到哎 自己原来还有这么多的贷款能力 没有使用 他要明白自己的这个我们说的好债务 对家庭财富增长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作用 今天呢贷款的时间问题 我想把时间最后15分钟 放在大家有没有一些问题 我们进行解答 因为我觉得在解答客户的问题时候 大家可以学习到很多 那么我的这个分享结束了 那么大家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呢 可以就是我们 我看看能不能够打在下面的 这个chat这个box里面 这样我们可以就是分享一下 我先把我这个powerpoint先关掉 等一下 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加我的微信 然后呢 看一下这个 我看看我能不能看到大家的问题 等一下 稍等一下 我这个技术故障 好 pre-authorized payment setting is fine I think ok 对 大家在有 因为我们知道像做贷款的时候 这些 你贷款 你home line credit 这些是必须要设置 pre-authorized payment 像车贷啊 都是一定强制要求设置的 但是你的信用卡什么的 是不是必须的 所以你的有这些贷款 有些credit card啊 或者person line credit这些呢 你一定要自己记得找银行设一个minimum payment 至少 minimum payment之外呢 你随时可以多付 不会影响到你 不会影响到你的 你想多付的话是可以的 但是设置一个minimum payment是很重要的 不会影响你的信用报告 这还有什么 大家 还有没有问题了 大家问题比较少 大家都比较 可能我讲的问题 东西是比较简单 大家都比较接受了 为什么 有什么银行在浮动利率上升 但月供不变吗 通常来说 银行在设置这个浮动利率产品的时候 你的这个月供 是跟着浮动利率上升或者下降的 有一些银行 我记得以前是在BIMO Bank of Montreal的时候 它有这么一个产品 浮动利率上升的时候月供不变 但是也意味着你的amortization 也就是你的摊销期会长 因为你欠银行的钱利息越多嘛 它会延长你的amortization 你可以选择月供不变 但是呢 你要跟这个你自己的这个 贷款的银行去联系 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通过extend 或者是减少你的amortization 来保持这个月供 但是如果你的 比如说你的贷款已经是30年了 对吧 浮动利率上升了 这个是你没有空间再去extend了 这个时候你必须得 升高你的这个月供 但是如果你的利率下降了 你还是可以维持月供不变 因为你这样的话 你的每个月供款当中 你的银行的本金的部分就付的更多 这是可以的 但是利率上升你要 要小心一点 楼花要四五年后才final closing 如果担心工作有变 如何提前锁定 楼花的话呢 要具体情况 具体对待 特别是有一些builder呢 他会跟某些银行有一个长期 有一个这个这个合作 他们是会有一些特殊的policy 可以锁定两年 据我所知还有锁定到一年或者两年的 但是如果是四到五年的话 这个有点长 对 所以一定要就是说 先首先 问你的builder 他有没有跟哪一家银行去这个合作 跟他合作这个银行最高能锁定多久 这个要要要提前去把这些信息都问到 这样 因为通常银行 通常来说如果是pre-approval的话 不会锁定太久 就是一般是六个月这样 您的公司是b-lander吗 不是 我们是mrd financial呢 是 所有的 我们代言了几十家的这个贷款机构 有a有b 我们的很多客人都是通过a-lander来做的 bridge loan有多长时间半年 就是卖房到下次 bridge loan 这个问题问的很好 因为我实际上是有准备这个问题的 bridge loan呢 是什么 是如果我们在就是买房的交割日在前 卖房交割日在后 这个时候呢 如果是自己有足够的首付款 那就不需要bridge loan了 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客人 首付款不足就需要申请过桥贷款 就是bridge loan 它是一种这个短期融资工具 对吧 但是bridge loan呢 一般来说银行大概在90天到120天 通常90天比较多 也就是说你这个买的这个新房呢 不能够卖的这个房子不能拖太久 太久的话 你可能自己要解决一下你的这个 这个这个首付的问题了 通常bridge loan是按天计算利息 通常都是你在卖房的时候呢 当天就把它还清了 当然bridge loan也不是无条件的 你把房子卖了银行就给你批准 它有几个条件 一就是你之前的这个住房 是无条件的售出 也就是银行要 要看你这个售房报告的 售房合同 取消了所有的条件 另外都是银行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银行的bridge 你的卖房是100万 卖的价格是100万 你还掉所有的贷款的余额 还有一些罚金 比如说你还掉了50万 还剩下50万 这50万银行通常不是 100%带给你做bridge loan 可能银行会保留 10%的这个residue value 也就是可能带给你 这40多万 所以中间的差距 如果你的budget特别紧的话 这些差距 你都要提前计算好 跟这个银行要提前沟通好 到底够不够这样 如果大家需要我的这个 微信 这个微信ID的话 这个是我的微信ID 大家可以 可以去这个 我之前大家 我看不到什么 没有信 大家可以 可以加一下我这个ID 大家可以看到了 对吧 对 我把这个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 一个小时 对吧 还有10分钟的时间 那我自己给自己回答 问一个问题 就是 特别是现在在房市比较好的时候 可能可能 很多是在抢房 抢房当中呢 可能有一个客户就问我 他如果要是 最后房屋评估出来的价格 如果是比他的买价要低 怎么办 这个问题挺好的 因为这个问题呢 就是确实是在 如果上涨了房市的情况下 有时候可能 就是有抢off的客人太多 造成出价过高 那么银行呢 贷款会按照 一般来说 他会按照买价 或者这个评估价值较低的来批准 贷款进往 如果评估价过低 那么也意味着买价就是 要支付更高的这个首付款 举个例子来说哈 买的是100万对吧 他评估出来90万 如果客人之前的首付是20% 那么之前suppose他可以带到80万 但是呢 loan to value 80% 但是评估出来的这房屋只值90万 那么他是按90万的80%带给你 也就是72万 72万减掉你的买价100万 中间差多少 差28万 你原先是付20万对不对 那么现在你首付要提高8万 也就是多8万出来 那么这个就是意味着就是说 你的首付要提高 所以大家在抢off的时候呢 就是冲动是魔鬼哈 这个要合理的合理的估价这样 当然您会有您的专业的这个房产经济 房地产经济 他会帮你这个合理的评估的 如果出现这个问题呢 大家怎么办 通常来说我们会说这个上诉了 就是escalate 我们请求第二评估意见 也就是如果你对你这个房子的价值 非常有信心的时候 你可以就是要求这个房屋 这个appraisal company 去对你的这个房屋进行重新的这个评估 当然这个风险是有的 如果你在重新评估的时候 这个第二次评估的价值比第一次还要低 那就意味着你得用这个第二次低的那个价值 你会再做一次贷款也就是意味着你更付更多的首付 所以呢这个escalate呢啊 一定是你在你对于这个房子有价格非常有信心的时候 那么再去提交这个这个second escalation这样 嗯 当然就是说我们在做房屋评估的时候呢呃呃呃呃呃呃公司还会看很多的方面哈特别是如果要是这个我们说这个有一些呃房屋的用途啊要求要与贷款的申请是要一致的如果是出租房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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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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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把这个锁换掉对吧 就是恢复到正常的一个正常状态 不要引起这个不必要的麻烦 对rooming house 一般在大银行是贷不到款的 所以请大家选择房子的时候 要千万要注意 多套房投资房的贷款要求是怎样的 这个这个这个topic就挺大的 就是回答起来就是说 我们在做如果我们在做投资房的时候 假设我们同样是要通过压力测试 同样要看评估你的投资房的这个market rent 具体的能带多少 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做一个普通贷款 首付要求20%以上 但如果您就最简单的例子来说 如果这个客户他没有 他的自助房已经没有贷款了 他要买第二套投资房 那这个时候呢 他的投资房 我们会考虑他的market rent 再考虑到他自己的价钱收入 那么这个投资房这个贷款 他的需要的费用是多少 比如说他的这个贷款 他的每个月购对吧 加上这个你的这个property tax 加上你的condo fee之类的 能不能cover 就是基本上我们做 是客人如果是在 家庭收入 如果一个很好的一个贷款方案的情况下 是可以达到他的带家庭收入的这个10倍以上 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能带到的 但是具体的呢 这个不太好解释 就是不太好去去 generally给你去解释 那么得具体情况具体看 一定要结合你客人自己的本身的 他这个自助房有没有贷款 他有几套投资房 对吧 他有没有其他的投资 还有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个负债 都要综合去考虑 如果客人要是有具体问题的话呢 可以加我的微信去帮你个别去分析一下 这样 我们还有最后五分钟的时间哈 看看还有没有问题 谢谢你今天做这个讲座 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提到一些关于这个 就是新的楼花 pre-construction的一些就是pre-approval 还有一些就是现在抢offer比较多 那么现在抢offer的时候 就是关于出这个客户的预批 因为知道就是抢offer的时候 如果你拿一个银行 或者摸就broker的一个预批信 对于客户抢offer的卖家来说信心会更大 所以这两个我不知道刚才有没有提到 我对 我再解释一下哈 一般来说哈 如果是这个pre-approval的话呢 通常来说是银行相当于给你的 这个这个整个的家庭 跟你的家庭收入做一个评估 全面评估 通常来说pre-approval呢 不会一天就出来 除非你的case非常简单 大家提前要做好准备 拿上你的该报税的资料啊 比如说你的t4啊 paystuff啊这些东西 找到银行或者找到money agent 帮你去做这个pre-approval 这个pre-approval基本上现在所有银行要求比较比较严格哈 不是像以前一样以前就是verbally就是你口头上说哎我这个赚多少钱 我工资多少我就给你出一个letter 基本上现在所有的大银行因为这个pre-approval是有一定的风险在内的 他都需要见到你的所有的这个收入的文件 啊 需要检查你的信用报告 这个时间可长可短 我基本上我觉得要给你一周的时间去把这个pre-approval做好 也就是你有打算做买贷做贷款的时候呢 你就要第一时间去把这个pre-approval的拿到 知道你自己的大概情况是怎么样子 楼花的话有点不一样 因为楼花的话基本上是客人在买楼花的时候 那个builder会要求哈你提供一个这个pre-approval去close 这个楼花的话同样需要你去银行去做一个pre-approval 嗯如果要是客人情况比较复杂的话 那肯定要联系你的贷款经纪去帮你想 就是怎么样去做这个这个特别是有些客人呢 他比如说是这个新移民或者是情况比较特殊的哈 不是那种很stray forward这种case的话 我建议联系你的这个贷款经纪帮你去找到合适的这个pre-approval 因为银行通常来说特别是新移民啊 这种比较特殊的政策五天之内出不来的 嗯对提前做好准备这样 那里还有两个问题新的问题出来 嗯嗯呃客人外国人身份 full time工作 买房子住会比正常的长毛外国人身份 full time首先我想这个了解一下这个full time工作是在加拿大还是在国外 如果外国人身份应该不一定可以在这里工作除非他有工作许可 应该是built working permit应该是 对如果是两种情况哈如果他是work permit的话full time工作在这边 那么我们就是按照正常的policy来压力测试来啊就是不会比正常的时间长 你该提供的work permit有效期都在那就ok 如果要是你是外国人身份full time在海外工作的啊 我们要提供海外的那些收入材料 你准备的材料都充分了时间不会更长只要你材料充分嗯完税证明都有 那么通常来说呃不会比不会比就是不会很长不会不会比正常的长 就但是很多客人即使是正常的话发现准备材料的时候都是不全 就是缺这个缺那个这样导致了你这个贷款的延误 只要你材料准备充分那么时间上来说呃大部分因为现在最近银行比较紧比较 因为volume比较大基本上可能到一到两个礼拜就会出结果这样 房租收入算可以贷款 对对房租收入是要考虑的房租收入是会考虑到你的就是家庭收入当中 一般来说很多银行会对房租收入和你的房租的房子的财的费用 费用也就是说你的mortgage加property tax加这个condo fee 如果有的话加上这个地税还有这个heating我们做一个offset 如果你房租收入比你的这个expense多那可能会帮助 如果少的话呢可能会对你的这个有一点点影响 但是我们会做一个offset很多银行就做offset来算 好 这边他的电脑可能有点问题 那行,大家就是有他的微信的 或者来到我们公司二楼 在我们公司二楼的那个培训的房间的隔壁 就是他们公司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随时跟他们联系 那今天12点钟 我们今天的培训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来今天参加 好,谢谢大家,再见